使用LINE有时候真的还让人有点头疼 很多上班族共有的痛 下班回家了 这手机还是想不停 不管是LINE或者是APP 讯息不断的传来 其实面对这样的情况 一份最先的调查 前台有超过五成的民众 被迫要接受这样子的变相加班 现在上班族每天超时工作 情况严重 明明已经下班 手机LINE还是想不停 主管用通讯软体交代工作 连离开办公室都要随时待命 几乎有醒着的时候 你都要关心到 会不会有新的一些讯息 或者说一个客户的交代 洗澡啊 他就一直问说 你为什么没有接啊 你为什么没有回啊这样子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 全台有九成七的上班族 有加班习惯 其中超过五成 就是利用通讯软体处理 公务的待机族 算下来平均每个礼拜 加班三个小时以上 让很多上班族大呼 吃不消 他可能就会交代一下 说你明天可能要怎样怎样 或者是说晚上可能 你那个信件之类的 可能要回啊 就是休假的时候 就是会有这状况 觉得这样子还蛮不公平的 虽然劳动部将修法 降低每个礼拜上班时数 但像这样下班后 隐形的超时工作 政府的政策是否要与时俱进 让很多上班族都很期待 记者卢一红 卢一 台北报道 安好 感谢观看